俗话说得好 身体健康者常年轻 无富于人者常富有 大家好 我是葡萄小编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要讨论的耳朵后面 长了硬硬的 专家说 要小心这几种情况 吧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耳朵后边是平滑的 而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会发现出现硬包 有些会有火辣的感觉 还有些没有任何感觉 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不要恐慌 也不要不当一回事 而下面让小白君 给大家科普一下耳朵 后面长了个硬包 是怎么回事 皮脂腺囊种多 鉴于青少年 尤其是未婚的男性 由于他们正值青春期 精力旺盛 同时分泌方面也比较强 所以皮脂类的东西 不及时清理时 容易堆积在耳朵后面 时间长了就会形成皮脂腺囊种 硬包质地较软 无压痛 最常用根治方法是通过 橘麻下手术切除 一般情况下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卫生 洗脸时记得清洁耳朵外表 不用治愈即可消失 如果皮脂腺囊种异常 自己千万不要急于处理 一定要到医院确诊 如果医生建议你切除 也是比较小的手术 费用也就几百元钱 阶式面板 毛囊及皮脂腺的急性化浓性炎症 由一个毛囊及其所属的皮脂腺发生炎症 改变时称为阶 阶的致病菌绝大多数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颜面面板的毛囊和皮脂腺内通常都有细菌存在 但多部致病 只有在全身或区域性抵抗力降低时 毛囊和皮脂腺内的细菌才能致病引起炎症 根据全身症状 可给抗生素 并加强营养 注意休息 接周围的面板也应保持清洁 可用79%净涂擦 以防周围的毛囊感染 出现这样的原因 一般是周围组织发生了细菌或者病毒感染 比如中耳道发炎 头皮有旋等有感染性的疾病 如果是淋巴结肿大 首先要看看遭到病灶的位置 有没有感染性症状 比如有耳朵内疼痛 听力下降 那就是有中耳炎 小而出现腮腺肿胀疼痛的话 可能是腮腺炎 如果是头皮有黄色或者白色鳞片 流水 有臭味 那就是有头皮感染 治疗这类情况 一般只需解决原发病即可 还有些不明的炎症也会导致硬包